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阶段被称为改造 它关联着我们的智识 第二阶段称为重生 它既关联着我们的意志 也关联着我们的智识 因为这个题目和后面的题目涉及了改造与重生 而改造设计智识 重生设计意志 所以你必须知道 智识和意志的区别 它们之间的区别已经在前面 397节说明了 因此我建议读者先读那一节 然后再读这一节的内容 我们与生俱来的邪恶 存在于我们属世自我 所涵盖的意志当中 这属世意志 会迫使我们的智识保持一致 使思想配合它的欲望 因此我们要获得重生 就必须通过智识 这个中介过程来实现 在此过程中 我们的智识汲取到各种信息片段 这些信息首先是来自 我们的父母和老师 其次来自我们的读经 聆听不到 阅读书籍和交流对话 作为结果 我们的智识接受到的东西 被称为真理 请注意这个地方的真理 未必是真理 我们只要认可它 我们就以为 我们就认为它是真理 因此说我们是经由智识 获得改造 等于说我们是经由智识 所领受的真理 获得改造 真理教我们相信谁 相信什么 也教我们该做什么 该如何意愿 毕竟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是出于我们的意志 按照我们的理解 去做的 既然我们的意志 生来就是邪恶的 既然我们的智识 教导我们 何为善恶 我们有可能意愿一方 而不是另一方 意愿这一方面 而不愿意另外一方面 于是智识 就是我们得改造 所必须的手段 在称为改造的阶段 我们在理智上看到 并承认恶是恶 善是善 并决定选择善 但我们真正尝试 弃恶从善时 成为重生的阶段 就开始了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被赋予能力 能够将智识 一直提升 几乎到达天堂天使 所享有的光明里 这提升使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应该立什么志 做什么事 以便我们今生在世上 成功获得祝福 从而在身后 永享幸福 如果我们为自己 获得智慧 并使我们的意志 遵从此智慧 我们就成功地得到祝福 然而如果我们的智识 只服从自己的意志 我们就不会成功 也没有快乐 起原因是 自我们出生之时起 我们的意志 就倾向于各种邪恶 其中不乏极端邪恶 如果我们的意志 不受智识的约束 而是任其自由放荡 我们就会很快 坠入 这个念 堕入犯罪行为 由于我们与生俱来 就有野蛮的动物本性 出于纯粹的自私 我们会吐鲁 任何没有向我们示好 或者没有顺从我们欲望的人 另外 如果我们的智识 不能自我完善 并进而完善我们的意志 那么我们就根本不算是人 而是动物 如果我们的意志 如果我们的意志和知识不能分离 并且知识不能超越意志 那么我们既无力思考 也无法表达我们所想 我们只能以喧闹之音 来表达我们的感受 我们也不能以理性行事 而仅凭本能行事 我们将完全无法明白 关于上帝的任何事情 也无法通过我们的所知 而看到他 那么我们将无法与他相随相伴 并得以永生 我们能够思想 似乎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做事 而我们这种自我思考和意志的感觉 使我们能与主建立相互的伙伴关系 没有互动 就不可能有伙伴关系 例如如果一个主动元素 和一个反应元素之间 没有适应或没有接触点 就不会存在伙伴关系 唯独上帝是主动的力量 让我们我们让自己经历着主动的力量 并与之合作 表面上看 好像是我们自己在活动 而内在的看 我们的活动实际上来自于上帝 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 看待以上的讲述 你可以看到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人的意志经由知识得到提升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具有的爱的品性 如果人的意志没有提升 你也可以看到他具有的爱的品质 重要的是要知道 人的知识 稍微等一下 我这来一个什么信息 这什么意思 我不管他了 人的知识能提升至天堂天使 具有的认知水平 这在每个人被造实 就成为他的一部分 恶人 善人 都一样 事实上 事实上 地狱里的每个魔鬼 都保留了这种能力 因为所有进地狱者 都是曾经在物质世界的人 经常有活生生的例子 向我展示这些事实 然而地狱的魔鬼 之所以在灵性上疯狂 而不聪明 是因为他们意怨邪恶 而不是良善 知道和理解真理 对他们来说是可厌恶的 因为真理偏爱良善 抵制邪恶 这些观点也清楚地表明 我们重新生成的第一步 是在我们的知识中 接受真理 第二步 是愿意将这些真理付诸实践 实际上 在实践中落实 才是最终的 怎么放不出来呢 怎么放不出来 没有人可以仅仅由于他 理解了真理 而理所当然得被称为 获得改造者 当知识提升到 高于我们的意志之爱时 我们都会把握真理 说出真理 教会真理 宣扬真理 一个真正得改造的人 是一个因为真理 而渴望真理的人 这渴望 附属于我们的意志 如能持之以恒 在我们的意志和知识间 就会建立起伙伴关系 于是我们的重生就开始了 后面将讨论我们的重生 如何进行 并在之后得到完善的 好 这是今天这一部分的内容 好 谢谢广斌老师 下边呢 是耶牧师 对十章第三个部分的点评 先来看一看 一简介 我们的主耶稣 所教导过的 最令人难忘的 并最具有挑战性的教导之一 就是我们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第三节 当时耶稣正在与尼格迪姆谈话 尼格迪姆是趁着夜色 偷偷地来找主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尼格迪姆是一个法利塞人 一个地位很高的犹太人 尽管法利塞人对救赎 有一些推测 比如他们会比其他的人 更有资格进入天堂 但显然 尼格迪姆对这样的说法 并不相信 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驱使尼格迪姆去寻找了耶稣 期望能够找到他自己所要寻找的答案 在耶稣与尼格迪姆谈话的过程当中 耶稣说了一些经常被忽视 但却具有巨大意义和重要的话 我指的就是第八节 其内容是这样的 风随着一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 我是在十月四号星期五 写的这些笔记 在之前的两三天里 在布里斯班 我们有大风的天气 把大树的枝叶吹来吹去 又实在清晨 使人感到相当的寒冷 现在的天气预报 是非常先进的 较比两千年前的人们 更得以了解 风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然而 等我们站在外面 风在我们周围旋转 而后消失 是的 我们现在知道的更多 但是我们 对我们的天气的这种转变和运动 仍然是值值甚少的 那么耶稣在说什么呢 是的 主告诉我们自己的意思 是他由圣灵所生 我们对圣灵所生 知之甚少 我们对我们成为重生者的过程 知之甚少 我们对主作为圣灵 默默地给我们带来奇妙变化的方式 知之甚少 我们对主是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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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默默地工作 把我们从一个潜在的地狱魔鬼 转变为天堂的天使 知之甚少 所以我对今天晚上学习的思考和评论 主要集中在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的奇妙 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奇妙一 今天晚上的学习使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教导 使我们看到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奇迹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 你们还记得主说的关于他对我们不间断的照顾吗 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二十九和第三十节 两个麻雀不是买一份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也请看一下美妙的诗篇的一百三十九篇 特别是第七到第十节 他如何奠定基础 他如何关心我们 这完全是惊人的 甚至是我们无法理解其中一小部分的内容 主启出是如何期待我们被创造出来的 主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安排事情 甚至从我们受孕的那一刻起 使我们有一天能够再生或重生 主是如何呼唤天使与我们同在的 主如何观察并注意到我们体内每一个微小的转变和变化的 主如何为我们运作 并利用我们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不同的经验或体验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因为主最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一切 主如何使我们学习和认识真理的 主如何在他认为必要和符合我们永恒利益的情况下 对我们扣留一些真理 请见主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九和第十节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四和第十五节 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 主是如何把我们扶起来 又让我们克服我们所做的错事 重新尝试新开的 请见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一节 耶稣对那个在通奸行为当中被抓的女人说 他不责备他 而是教导他不再犯罪 瑞公在他的另一本书 《数天的奥秘》 以前被称为 A crown of the cellaracy 当中写的 证实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 二十九节和三十节当中所说的 主的预见和旨意 存在于人的所有最小的 个别事物的最微小的细节之中 而且细节如此的微小 以至于不可能以任何思维方式 理解数百万个细节当中的一个 这是第3854段 所以有数以百万计的 看不见的事情 主正在做 以引导我们到天堂生活 主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奇迹二 今天晚上学习笔记的第三页 提到了我们正在学习的真正的基督教一书的 第三百九十七段 其中有关人类思想的教导 它有两种能力或者两个部分所组成 成为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知识 意思是理解 而且这两种能力是相互分别的 区别的 而原因是从堕落的时候起 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的心 指的是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心指的是我们的意志 是比万物都要诡诈的 是绝情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带来了各种邪恶的倾向 我们的情感和欲望都是关于我们自己的 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些邪恶的倾向是隐藏在表面之下的 作为孩子 我们父母的任务 特别是不允许这些倾向控制我们 当他们出现在表面的时候 父母对刚学走路的孩子说的第一件事 他们必须学会分享 不要自私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学会了掩盖这些过度的邪恶倾向 我们感到羞愧 并试图不让他们在别人眼前浮现出来 但是他们仍然潜伏在那里 一旦有机会就会伏击我们 想想看人们在战争的时期 当他们感到可以自由的做这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做出可怕的难以言喻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累了或者受伤了或者失望了 或者觉得生活不公平了 也会这样的 这是一种倾向 甚至从盘山学不开始 就会变得这样的自私 不允许其他的孩子们玩他们的玩具 或者分享一些特殊的待遇 然而 在主伟大的怜悯当中 上帝使我们有可能看到理解和反思 我们的情感和欲望 并与我们与生俱来的意志分开 与我们天生的欺骗性的心分开 你和我不仅有我们的意志同样 上帝安排了一些事情 如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智识 也就是理解力一样 使徒保罗对此了如之差 并以令人钦佩的诚实 在罗马书的第七章 第十三到二十五节当中写出来 很明显使徒保罗认识到自己身上 有邪恶的倾向 问题 他是如何在自己身上看到邪恶的倾向 他怎么能看到理解 并且感受到邪恶倾向的压力 却又不被这些邪恶倾向所吞没的 试图感受到了他做坏事的倾向的所有压力 同时他明白这些邪恶的倾向是错误的 他为此写道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请见第十四节 我们是多么奇妙 奇妙 有福啊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邪恶倾向放在一臂之格 我们可以观察他们 思考他们 认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可怕 请求主把我们从他们当中解救出来 并下定决心永远不让他们控制我们 如果我们向他们屈服 并且实行他们 他们就会控制我们 第十页 如果我们的意志不受制食的约束 而是任其自由放荡 我们就会很快堕入犯罪行为 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 就有野蛮的动物本性 正如我们在上礼拜的会议当中 所看到的一旦邪恶占据了我们 他们就会囚禁我们 罪 就只一座监狱 只有主能把我们从监狱里面 释放出来 主在我们生命中 做工的奇迹指三 这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另一个奇迹 仁慈的主使我们能够从远处看到我们的犯罪倾向 因为我们有一个分离的知识 也就是理解力 这个事实是巨大的 而且是如此的重要 此外 主只允许这些倾向出现 或逐渐的浮现 我们如果我们一下子看到所有这些倾向 我们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会感到震惊 并且放弃自己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记得 最近我们看了圣经当中 关于渐进性的经文 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人 是逐渐发生的 并且与主所知道的我们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 能够处理的事情相一致 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的第三十节当中 主警告古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只能一点一点的在应许之地定居 我必不在一年之内 把你们的敌人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免得那地荒凉 野地的走手 也多得不可胜数 请见第二十九和第三十节 这句话的灵性或者内在的含义 都是关于主一步一步的调节 我们对邪恶 也就是犯罪倾向的认识 时空写道 由于人类对重生几乎一无所知 许多人陷入了关于人类 从邪恶和虚假中解脱的错误 也就是罪孽的赦免 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地狱生活 可以在瞬间改变为一个人的天堂生活 通过怜悯 现实是这只能逐渐的有效的发生 这只能逐渐有效的发生 这是在天堂的秘密 第九千三百三十六段 三和四 主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是多么的奇妙啊 主对我们同工的奇迹之四 师徒保罗在他的罗马书当中写道 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得益处 这是八章的二十八节 这句话是如此的令人放心 是乎没有说一些事情 而是说所有的事情 意思是好的和坏的都有 住在不停的工作 从令人失望的情况 挫折失败 糟糕的事故 以及造成伤害 甚至灾难的仓促决定当中带来好处 为了证实 使徒的教导 瑞公写道 当主 与某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引导 他主引导 那个人 并按圣志管理 使所有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悲伤的还是快乐的 都能给他带来好处 这是在鼠天的奥秘当中的第一 六千三百零三段 理解改过自新和重生之间区别的一种方式 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会当中看到 改过自新 也就是改革 是指在悔改之后 重新形成我们的思想 也就是承认 并对我们所犯的罪感到羞愧 重生 是指我们全心全意的将我们在改过自新期间 看到的真理 付诸实践 我们在改过自新过程当中看到的真理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自发的活跃起来 我们对这些真理的顺服也是自动的 这样想吧 你来到超市的收音台之前 这一次你用现金支付你的篮子或手推车里的东西 因为你把信用卡留给了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 或者放在了家里 当结账员给你找钱的时候 你注意到他男士或者他女士 错误的给了你一张50美元50个dollar的纸币 而不是应给你20个dollar的纸币 你注意到了这个错误 并退回了30个dollar 如果你处于我们所讨论的改过自新的阶段 你会很快的想你会这么做 你会不会注意到这个错误 还是什么也不说 说只是把额外的30个dollar放进你的钱包呢 然而你注意到了他的这个错误 并做出了决定而归还这30个dollar 这就是改过自新 其实只用了几秒钟 你想了一下 并继而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重要的是 当进入被称为重生的状态的时候 你的反应将是不同的 在同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找钱的过程当中 被给予了你不应该被给予的那30个dollar 你甚至不会停止一瞬间来思考你应该怎么做 你只是自动的做了 你的脑海里没有为你的应该做出的决定而纠结 现在主的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非常活跃 希望这一点是有用的 我非常期待着加入你们大家的学习会议 主的美好平安和祝福永远和你们在座的大家同在 耶牧师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great thank you beautiful wow so touching great well yes, of course gradually gradually we are changing we are transformed we are transformed thanks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Sean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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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translating I'm sorry I picked up mistakes in my English I'm glad you can joke with it sorry not thank you it's just typos I'll do better next time no problem don't worry about it put me in the naughty corner the more important is the content as Sean just said it's really touching yeah touch it Lynn and Sean and other members I did send to Lynn this afternoon yeah two I think maybe three or four four passages from scripture yeah because 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tonight's study 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passages in the Bible which reinforce this wonderful care the Lord has for each of us yeah thanks Lynn thank you I'm just happy Lynn for you to go from one to the other is that okay yeah that's fine thank you um 刚才 Yin 在讲 就是说 嗯 他今天又 想 就是提醒我们 注意到 另外几段经文 根据今天 讲的内容 啊 就是我们的主 的奇妙的 这个做工 嗯 一共有四段吧 我就开始 啊 把这四段 给大家 就是带领 大家读一下啊 啊 第一个是 这个 诗篇 嗯 第一百二十一章 啊 也是主要写的 这个主 是怎么样的 来就是 爱护我们 关乎我们 到每一个细节啊 一百二十一节 一百二十一章 整个一章 我要向 群山举目 我的帮助 从哪里来呢 我的帮助 是从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拾 你的脚 滑倒 保护 你 必不 打盹 看啊 保护 以色列的 必不打盹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 是耶和华 耶和华 在你的 右边 庇护你 太阳 白天太阳 必不伤你 夜里 月亮 也不害你 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脱离一切灾祸 他要保护你的 性命 你出 你入 耶和华 要保护你 从 现在 直到 永远 然后呢 我们 看一下 这个 这个 接着你 等一下 啊 耶利尼书的 第 二十四三章 二十四节 耶和华说 人 岂能在 隐蔽 处 藏身 使我 看不见他呢 耶和华说 我 岂不 充满 天地吗 就是说 耶和华的意思 我是 哪里都有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 耶和华是无限的嘛 它是充满天地的 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就是藏身 啊 接下来我们读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第十四节 和二十七 二十八节 先读第十四节 我是好牧人 这是主讲的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 我认识 我的羊 我的羊 也认识我 然后是二十七 二十八节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就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哇 这下大家多么安心 然后是希伯来 希伯来书的第四章 第十三节 在被 被造的在神面前 没有一样 不是显明的 万有 在他眼前都是 赤路敞开的 我们必须向他 交账 就是说我们 在主面前 是没有任何掩盖的 thank you Toyin I think I finished all the four lovely yin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yin appreciate that i think it was fairly obvious wasn't it lyn why I chose those lodge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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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s our lord yes care about every every 每个 detail 因为自己 瘟狮 是 infinite and he he feel heaven and earth everywhere absolutely so that he knows the best of ours and then he you know take care of us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 find it wonderful I find it I think probably in the the image I really relate to most of all is him saying that he is the good shepherd and he knows us and he knows us by name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thing Yeah 刚才印就在讲这几段经文 确实是 显现了我们主 对我们的 关爱 在每一个细节当中 他对我们 就是我们任何一点 都其实是躲不开主的 这个眼睛 因为主是充满了 这个天地 就是任何一点细节 任何一个细节 就像今天我们学的 这个史维登堡讲的一样 在任何一个细节里面 而且我们的主 是一个好牧羊人 他最知道他的羊群 最了解他的羊群 Thank you Lovely then Now there's enough time for some And sorry sorry I just want to mention that Yin that Jesus you know one of the words you asked me to read is that He is a good shepherd He is a good shepherd And also He doesn't allow Any Any Yiwo To steal From His hand That means We are Well protected To buy him Yeah I think that's beautiful Thank you for saying That Lennart Because that's what a shepherd did Yeah And when you You know He also said He was the door of the sheepfold And We need to know What the practice was In Bible Times Yeah Sheepfolds Were made of Stone Little No not little But stones They were made Into a circle Big enough To take Maybe twenty Or thirty Sheep But the There was always An entrance Left open For the sheep To go in And out But the shepherd Used to go To sleep Lying down Across that Gap That's why Jesus said I am the Door Because He is the Person who Lays there Like the shepher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Protected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night From Predators Did you know That I didn't know This is the first I heard it It's a Wonderful It's a That's what Jesus meant I am the Door of The sheep Fold Yeah He like He was Aware of What he Was saying He was Picking up On what Shepherds Did in That day Which was To lie Down to Go to Sleep In that Gap In the Circle of Stones Which was The sheep Fold So they Believerly Left A gap Yes Yeah Okay Right Okay Because That's Easier For Animals To Come In and Out Yes Without There's no Swinging gate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ere's no Gate On Hinges Or anything Like That Yeah Yeah The Stone So Jesus Is Saying I am The Door Yeah Wonderful Interesting Yeah Yeah Wonderful 剛才 In就讲 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 牧羊人 他们的羊圈 不像现在 目前的 那时候 他没有那种 柵栏 有那种 角钉 把柵栏 给 卸住 可以随便的打开 他不是的 他是 用石头 搭起来的 这样 半圆形的 这样的门 但是呢 他留了一个缝 就是说 因为那石头很沉嘛 就是说 不经常挪动的 但留了一个缝 那羊 可以随便的进出 这个缝呢 在夜间呢 就是那个牧羊人 他自己 就是躺在那里睡觉 就等于是 他自己看着这个门 所以圣经上 这个耶稣讲 我就是那个门 就是说 他是那个 保护羊的那个门 这是非常有意思 第一次听说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 听说过没有 谢谢 所以刚才咱们读的诗篇的121章 他讲了很多就是说主怎么样 就是说保护我们 就是这种细节 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主本身 他自己就是保护羊群的这个门 and also today's verses you just you know led up to describe God into every details and that reminds me that God himself is infinite so it is everywhere he is everywhere and can look after everyone yeah it's not limited by bodies or space or anything no it's unlimited yeah no that's right then is anybody got a comment they're very welcome 刚才我就说就是我们的主 他的这个存在 就是他的灵性存在的 神性存在是无限的 所以他对我们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细胞都是很知道的 大家有什么有什么感想啊 或者问题啊 咱们还有几分钟啊 请大家赶快提出来 谢谢 请大家赶快点时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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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rgot which page one of these saying that our intellect or understanding um higher than our will and um I forgot the 14 I think page 14 or something I know what you're saying yeah and if uh if uh the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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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see the quality of love um the human will has if it's lifted up by means of intellect Lin it's page 8 of the notes guang read it's page 8 okay yes have you got page 8 please guang yeah oh then you'll get it guang yeah is this one no no 8 8 8 yeah I was page 8 number 8 yeah yeah that's it that's it there is Lin yeah we have been granted the ability to lift our intellect almost all the way into the light enjoyed by the angels and the hymn and this lifting and this lifting allows us to see what we ought to will yeah and what we ought to do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during our life in this world and blessed with happiness after death to eternity go ahead Lin because our will is evil right yes from the day we are born it's you always remember as inclinations to evil those inclinations only become sin when we act on them but because because fair enough Lin let's just say our will is evil but fortunately we can we have a separated intellect which can look into our will yeah and see the nature and the horribleness yeah of what what is in our will and we can then exercise restraint and control and ask the lord to help us not to allow those evils to come to control us yes yeah this is where our freedom is as well as well right yes so we can choose between evil yes and goodness yes no animal has that no i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is that we can stand back from our affections or our desires yeah and we can say to ourselves that's not right i don't want to go down that pathway we can make we can make that judgment which we wouldn't be able to do if our intellect was so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our will that it couldn't be independent of it yeah that's a wonderful work yeah yeah 刚才就是 我就在 在想 今天 其实这个 咱们这个 讲的 这个内容 很多就是 关于我们的 这个意志 和知识 之间的 这个关系 就是说 我们被赋予 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 就是能够 就是有 这个知识 起码 然后呢 能够将 知识 一直的提升 几乎到 这个天使 这个所 享受的那种 光明里面去 就是 虽然人 生下来 我们的 这个意志 都是 都是 邪恶的 但是因为 我们有了 这个能力 我们就可以 去改变 我们的意志 这个 也是 就是 主给我们的 这种 这个自由选择 的这种能力 通过我们的 这个 知识的提高 和我们的 这个 理解力 和分析能力 的提高 这种情况 是 这种能力 是 动物没有 只有 主 赋予了我们 人类 有这种 所以就是说 今天 燕仪在说 我们是有福的 就是说 我们有这种 这个 福祉 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 利用 好好学习 圣经 Thank you Yin Thank you Yin I'm going to lead a prayer Then you can have a rest Thanks Thank you Ye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verybody 我来带大家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 Yin 牧师 身体很不好 他需要去休息 Thank you 我们天上的阿爸 父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 大家聚到一起 在我们的 亲爱的 Yin 牧师的陪伴下 和他的指导下 我们一起来学习 你的真理 今天我们学习 我们的知识 和我们的意志的关系 我们从生下来 在意志里面 就有这个邪恶的倾向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学习 真理 了解 我们应该做 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克服自己的 这些邪恶 那么我们将会 沉沦 堕落 我们的宿命 或者是我们将来 所要走的去向 那无非就是地狱 对啊 祝啊 我们今天晚上 大家聚在一起 以及我们这些年来 一直在一起 在学习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要提升 自己的知识 要认识到自己的 自己的本相 认识到自己 生命中的那些 不足缺点 以及邪恶之处 怎么样 让他能够得到提升 认识到自己的情况下 然后在你的帮助下 我们如何能克服 能改造 能进入重生 能 变得 如同你的样式 主啊 我们感谢 感谢祢 赐予我们这样的 大好的机会 赐予我们这样的 良事 也有带领我们 主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你的羊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同时 也有可能 也应该 成为一个牧羊人 首先 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羊 然后 在情况 足够的情况下 或者是在我们 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成为一个牧羊人 来 招聚 启发 更多的羊 来靠近你 来学习你的真理 主啊 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请祢 恳求祢 继续带领我们的一牧师 照顾祂的 身体 充实 祂的灵魂 祂的心灵 使祂有丰盛的智慧 主啊 这是何等的美好 祢的大能 祢的大爱 我们永远赞颂 祷告 奉祢大爱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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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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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uch Yes It's always lovely to be her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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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reading Shawn Thank you for Linn for translating Yeah My plea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volume Grüang for Dragram For ranting Rainting Dragram lebih Goodnight I'll be in touch movement while Verfzen Buurt claimed 拜拜, thank you,拜拜 See you next week,拜拜 now,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good night 拜拜,拜拜 是,可能就是网民有些情况你可能也不好说 但是就是你自从你跟我讲了以后 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沉重 天天每天都在祷告 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驱动力想去说 就是义姆是他现在的这个他有癌症吗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stage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一起确实我们要向祖来祷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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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 是的,我也是天天在为他祷告 听大家有什么要讲的感想评论问题都永远发言 广冰麻烦你一下把那个page 4帮我放一下好不好 谢谢 是这个吧 对 对 这个 这一页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今天的学习内容对我来说还是蛮多的 就是说那些里面这个要理解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好在我们印后面举了一些例子 然后他把我们分别这个讲述了以后呢 好像我抓住了一些就是自己认为这个自己学到的东西吧 应该是这样说 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当然就是讲的是我们重新生成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个改造 那么这里面就关联的我们的知识 所以我上次还记得有一次学习 我说这个我们翻译用知识 这个两个字是非常妥协的 这个里面也显现出来 这样前面的四个翻译以后这样帮我们有一个笼统的一个理解 这些东西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翻译也是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如何来认识意志和知识和重生这些关系 这个里面其实也是错中复杂的 那么就引出来我们今天的第二大部分 就是意志和知识之间的关系 那么就是如果说人生出来就有这种邪恶倾向 那就是我们是与生俱来的那些意志 如果说我们只是服从自己的意志 不受约说 任其放荡 那一定是成为一个动物一样的 纯粹的自私就变成一个邪恶了 这个是我大家很容易理解 但是呢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呢 我们又有了从我们出生以后 我们就有了一种也是本能的一种知识 这种知识呢就是 史维登堡说的就是我们从生出来以后要学习 要父母的教导老师的教导 然后慢慢的这个知识是要上升的 就是在在不断的在这个改变 那么如果知识和意志 这两个不能分离或者不能控制的话 那么就是凭着人的本能 是无法明白上帝 也无法跟随上帝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 这个史维登堡讲的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知识上升 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认识水平 那么这个认识水平 你是提高到像刚才灵在那个重点的时候 灵也提到就是说你这个知识 你的认识水平 如果能够接收上帝的光 像天使一样的可以升到非常非常高 那么也可以你的知识水平在很低的范围 那这里面就生出来两个步骤 就是第一步是知识 在我们的学习 在我们的认识上帝的过程 在我们像今天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来思考接受真理 这是我们要第一步要做的 那么因为这个知识面上升了以后呢 他就会去控制人的这种意思 如果像魔鬼这样 他有这个能力 他就是认自己的意识 自己自私的意识 这个灵性上他很疯狂 很邪义 而不是良算 那他肯定上地狱去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这个知道知识的上升 所以我们在第一步呢 就是在知识中呢 接收真理 接收了真理 马上接下去我们一定要紧跟着 要第二步 否则也没用 这个第二步就是说 我们要在自己的每天的生活实践当中 富足于行动 所以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 就是说 那个 这个 灵的翻译上面 就是说一臂之格 一臂之格 就是说 其实 就是看你每一个人 如何来 用自由选择 到底是你按照自己的意志 那么就是 人的这个 邪恶的倾向 就是生来就是很绝情 鬼杂 很这个 渴望了自己的私欲 只有靠我们的知识 来抵挡魔鬼的倾向 那我们这个知识才可以上升 才被跟着去相连 那么这就牵涉到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觉得今天学的比较重点的 就是说 几个问题 我现在自己理了一理 就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个就说 我们这种 跟有了知识以后 认识上帝 有跟上帝有互动 这些伙伴关系 从表面上看 是我们自己在活动 我们自己在选择 实际上从灵里面 实质上 是上帝的大能 这就是第三点 我们要认识很清楚 这个不是说 我们自己去选择了 就有了 实际上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大能 不仅 他永远是主动的在 给我们做工作 加力量 而且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细节 到头发都数过 这样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上帝 一直永远 在我们的身边 一直在帮助我们 那就要看我们自己 去不去接收 那么我们接收的多 上帝做的工 就更顺利 那么我们自己就 把自己通往天上的路 就打开了 慢慢走 而且呢 主不光是 了解我们 每一个人的细节 他还会 慢慢的帮助我们 来反对 这些犯罪倾向 有了这么个认识 这个今天这个 应读了圣经以后 讲解以后 我就认识到 哇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内涵 在这个灵性的内涵 在这个里面 不是我们一天就 完全可以解决了的 然后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要 意识到这一点 就十篇一三九讲的 实际上 意思就是说 上帝的能力 完全是惊人的 做我们一个渺小的人来说 其实我们 无法理解 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谦卑 自己要自己 改造好自己 重生好 然后 知识上才可以上升 然后我们才可以上帝 可以跟他在一起 所以今天那个 最后他 这个硬牧师 讲的这个超市的 这个 人家给你一个 50块钱的 instead of the 20 dollars 实际上 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这个事情 你可能有 就是在我们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 我们check out 我肯定想都没想 自动就把这个钱 退回给他 从这个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圣灵在我们生命中 是多么的火药 一直在控制着我们 一直在帮助我们 这就是我今天学习的 重要的 自己的学习的这个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姨 你每次的这个总结 这个评论都是非常到位的 而且呢 每次都可以显出来 你这个每一次学习 都非常非常认真的 在用心在学 我在想 你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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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 我在想 如果我是一个听的人 我真是 可能像你这样的总结 我连一半都做不到 非常感谢 谢谢广斌的这个 一如既往的鼓励 这个过奖的这个 每天大家 每一个人学习 角度不一样 看问题不一样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 每次学习 我确实也很 珍惜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和我 大家的学习 我在这 稍微做一个 要补充 你看这 我们 这一页 讲我们与生俱来的邪恶 存在于我们 属世自我 所涵盖的意志当中 我想就这一句话 稍微做一点解释 我刚才找了这么一个图 这是在那 理散层级 这个 所有的这些 这些知识 都是来自于 鼠维登堡的这些 他的这个 鼠天的奥秘这本 这本这个 百科全书里面 看这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我们都有 都有不同的层级 这个整个是把我们 从物质身体 到灵体 最外面啊 最底 最底层的 就是我们的物质身体 这是灵体 这是属世和外在的心性 这是我们属灵 或者内在的心性 最上面这个 这个黄色的是 我们的智内 就是我们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灵魂 所在处 是主的居所 大家注意看 在这一章上 它特别分了 我们每一个层级上 都有意志和认知 两个部分 我们从总体上来讲 我们上帝赐予了 我们两大能力 一个是意志 一个是认知 从总体上 我们有意志和认知 但是从每一个层级上 就在我们属灵心性 属世心性 或者是外内在心性 外在心性 这每一个层级上 包括我们的灵体 包括我们的物质身体 我们在物质世界上 我们所做事的时候 这个层级上 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意志 一个是认知 那刚才那一句话呢 我们与生俱来的邪恶 存在于我们属世 自我所涵盖的意志当中 那么属世 自我就是指的这一部分 我们这一部分 就是实际上 这根本就不是物质性的 这已经是灵性的东西了 就是我们的属世 自我 属世的 或者外在的心性 这一部分心性 主要是来 用来是处理我们在 在物质世界生存的 这一生中 所需要应付的那些事情 最底层是 这个感觉 感官 中间是我们的 这个 知识 再往上是我们的理 这个理性 这三层 这每一层都有 这两个部分 这个我们的邪恶呢 主要就在我们 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邪恶 主要是在我们 属世自我的 一意志当中 因为在我们的内在心性 这一部分的意志呢 主要是受 从主而来的 这个属天的 这种品性的影响 这一部分是比较 比较高尚 比较 比较纯真的 而我们的邪恶的部分 肮脏的部分 主要就在这一部分 在这来 他老想去主导 主导上面这一部分 我就补充一下 谢谢 谢谢广斌 就是用你这个图 就是那个 属灵啊 内在心性的那一层 我们的这个意志 就是内在的这个意志 肯定是从主来的 但是它是不是 还是通过这个认知 得到的呢 我记得好像 使公说过 就是说 这个从过理性 得到的这个意志 会有啊 好像才是真正的 是吧 对对 是从主来的 主在这 从上往下 浇灌的过程中 应该说是润如物 息无声的 但是呢 它也有一个 给我们启发 给我们启示 光照的过程 首先肯定是 光照到我们的认知 我突然 有的时候 突然灵光一闪 哎呀 突然感悟到 这个事情 或者是突然 就是学习圣经啊 就是主的 主的言语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是 这就是在认知上 突然 突然 突然你 突然你 马上突然 有了一个 一个新的领悟 这都是在认知 这个层面上 这个新的领悟呢 必然也就会 会悄悄的 这个潜移默化的 影响到 我们的意志 嗯 还有就是这个 灵体啊 就是和圣经上 对应就是那个 保罗 他讲的那个 inner person outer person 这个 很好理解的 物质身体肯定 好像是 outer person 然后呢 inner person 肯定是属灵 或者心性 就是我觉得 你上面 心性的 这一层啊 可能还是 偏于 inner person吧 但是灵体 又在哪个层 现在就是 怎么和圣经 这些 outer 来对应呢 这个 这个灵体啊 实际上就是 在我们 人 死了以后 在灵性世界 存在的时候 这个灵体 它在外面 那一层 是那个边缘 边缘层 边缘层那一层呢 存在着 我们在物质世界 所积累出来的 这些知识啊 经验啊 经历啊 等等 那一层呢 虽然也是 不是物质的 不是我们这个 属世的这种物质的 但是呢 它因为和物质世界的 这些这些 这些事物 就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呢 也可以把它 在始工的著作中 好像有些地方 也把它称为 称为一种 好像也称为一种物质的 因为它和物质有关联 但是它好像 因为我们灵性的物质 都是非常非常 易变的 好像那种 像流体一样 甚至比流体的东西 还特没有 不能成型 所以就是边缘层 和我们的灵体 一块儿构成了一个 我们的人形 形成一个壳 使得我们的内在 被它包裹起来 形成我们一个人的形状 所以这个灵体呢 反正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 这种时间和空间的 这种概念来理解它 也很难理解 但是这只能说 我们现在这个图呢 只能就把他们 相互之间的关系 表示出来 这种关系的表示呢 未必就能够准确 或者正确地表示它 只能说表示一种 给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灵性处于最外在 它的目的 或者说它的主要的功能 就是使得 使得我们的内在的 这些内容 能有一个 能有一个涵盖的 能有一个容器 容纳起来 使得我们这个 在灵性世界的时候 这个我们整个 还是呈现一个人形 而你说的那个 near person 外那 person outer person 实际上主要 还是指的我们的 内在的心性 和外在的心性 因为这两部分 才是真正的 彰显 展现我们的人的 品性 品质 谢谢 大家好 谢谢 就是 有问题吗 请 欢迎 刘立新好 我 确实 是有个问题 就是 刚刚听的时候 也是想到 有一个 一个问题 就是 今天讲的这个课 确实让我印象 很深的一点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怎么要 要除掉我们的 这种 这个 邪恶 虚假 就是说 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这个认知嘛 就是这个知识 要提升 就是要从 属世的这个层面 能够提升到 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 是能看到 属灵的这个一个 存在的这个 这个真实性 就是 不然的话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 这个感光 我们的意念 可能都只是在 关注在这个 属世层面的 我们眼睛能看到的 就是那些东西 就是 nature 这一层的东西 对 然后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我最近也是在 思考这些问题 就是说 会想到一些问题 比方说 这个 我们这个 就是刚才 像刚才这个图 所描述的 人有这么多层面 就是说 那 我会想 就是说 我们需要不断地去 对这个 对这些 这些的一些 真实的一些情况 需要一个认知嘛 但是我们 就是 作为在 这个 自然 在 还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没办法去 去真 很确切地去认识 这些 这些里面的一些结构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 比方说 我们怎么来区分 这个属灵 跟属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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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 在哪里 就是 具体来讲 这个属灵层 跟这个属氏 就是物质层 跟这个非物质层 它这个接口 具体在哪个地方 它的界线是 具体来说 在 在哪个位置 我们怎么去 让自己能够有 这方面的认识 能够获取 这方面的认识 比方说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前面 也有一段 有提到 就是说 如果一个主动的元素 跟一个反应元素 之间 如果没有适应 或者接触点 就不存在 伙伴关系 就是我们怎样 能够更深地去理解 这个接触点 这个 它具体是在 在哪个地方 就是说 让我们能够 在生活中 能够更加实际的 来认识这些事物 认识这些 属灵的事情 跟 属事的事情 这些的区别 就是 还有就是 还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 前面有提到 主食充满 每一处的 那我 也会看一些 其他的 相关的信息 就是 有提到 就是说 他有点 有提到那种 在 最近的科学里面 他有提到一个 叫做超弦的 这种概念 这种东西 那我想 了解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主的这个 留住 或者说 他的这个 神性存在 他跟超弦的 区别是在哪里 就是超弦 他到底是一种 物质层面的东西 还是说 是已经是 属于这个 灵性层面的东西 就是 那怎样子 让我们提升 让我们的认知 更 更精准的 更精确的去 认识这些事情 而不是 可能只是一个 模糊的 这个一个概念 只是指到 这个名词 但是不知道 这个名词 到底具体 对应的一个 东西是什么 怎样子来 具体的指引 我们的生活 就是可能 我比较会有 这些 说 有时候今天课 有所感受到的 或者说 所领悟到的 一些东西吧 就是 也包括 有会有 想到这些问题吧 不知道大家 怎么看这些问题 你的问题 很深啊 你那个超弦的问题 我虽然读过一点 好像一点 科普性的知识 但是我现在 记不清了 超弦具体 具体 它的 它的深刻的 本意是什么 我现在 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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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回忆来记起来 所以 根本没法 回答你这个问题 超弦 和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 现在所学的 这个知识之间 如何对应 我实在 我对超弦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 清晰的印象了 而且我对他 本身就知道的 非常非常非常少 或者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没法 真是没法 给你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 太深刻了 太专业了 可以说 这是一个问题 我实在对不起 这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 刚刚我们今天 晚上的这个 在座的 弟兄姐妹 看谁 如果能回答 那当然非常非常好 另外一个 你那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人的外层 或者是这个 外在心性 和内在心性 之间的这个 这个接口在哪里 这个不能说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应该没有一个接口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现在给你 显示这个图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 我从最底下 就是我们最外在 物质身体 物质形体 物质感官 一直往上走 一点点 一点往上走 这个 这个每一层呢 又能够再 再分为三层 比如说我们的外在心性 这部分是 我们的外在心性 我们的外在心性 干什么呢 你看 我都从这儿看 从这儿看 外在心性 就分三层 最底下这一层 是感觉 或者感官 中间是知识 或者上面是理性 我们在 在这个物质世界上 生存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 这三层来处理 我们在物质世界 所有的事物的 所必须的 我们靠有感觉 对不对 我们靠我们的感官 来从外界 接收这个信息 如果我们又没有感官 那我们纯粹就是一个 又忙又龙又瞎的一个人 就根本就什么都 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靠这些感官 接收外界的信息 然后我们都 这些信息积累起来 形成我们的知识 在我们的知识 基确的情况下 慢慢慢慢 我们发展出了理性 可以对事情做出判断 在我们学习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完全不打开 我们对于 对于生命的本源 我从哪来 我到哪去 我到这干什么 对这些问题 丝毫没有丝毫的兴趣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会有 对上面这三层的 任何的这种活动 或者任何的这种 这个感觉 我们实际上是 没法感觉到 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对它 对它非常非常抗拒 甚至或者说 我们就是一个鱼目隔大 鱼目隔大 完全不想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就是 只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上 打撞 完全就是 完全这些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 突然觉得 哎呀 人为什么要死 我将来死了 还有没有 我存在了 对这些问题 开始有感兴趣了 或者有了一种 深刻的 这种想 想探究的 这种愿望了 那么你的感觉 你的知识 你的理性 在发展的过程中 就可能向那个方向 向身后往哪去 有没有上帝 我们有没有灵魂 等等这些问题 开始考虑了 在这种考虑的过程中 你上面这些层级啊 就慢慢慢慢就会有松度 不是那么个顽固 那么那么封闭的了 嗯 那么就有了一定的 这个可能你 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一层可能会 哎 突然他就打开了 或者是开始打开一个缝 逐渐逐渐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随着你这个对于 对于这个生命本源 对于上帝 造物主的这种认识 逐渐的积累 慢慢慢慢 他打开的越来越大 那么你的属灵心性就开始 他就说是开启了 或者是打开了啊 然后这一层打开以后呢 逐渐的会往上再打开 这是随着你的 你对于这个 当你这个 这一层新星打开的时候呢 加上你积累的这些知识 你知道良善是好的 邪恶是坏的 嗯 你开始觉得愿意 愿意去 去爱别人 愿意去移植自己的这种 邪恶的新星 不要自己 不要把这 为了自己去 为了自己的地位 去哼人啊 害人啊 哎 慢慢慢慢就觉得 我要做 对别人有好 有好的好的事情 哎 这一层慢慢就会打开 这这一层呢 主要是属灵心性 就是爱灵社 嗯 它的最最核心的特点 是爱灵社 那么 再积累 再开放 再发展 这最高一层会打开 这是属天的 属天的主要就是爱住 它的最核心就是爱住 那么 你说这个过程中 机口在哪 没有机口 我都感觉是没有机口 但是它确确实实实是相互影响 相互相互有一个坚定的过程 但是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层 所以人的重生 也不是一 也绝对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而且是从下往上一层一层来进行的 我不知道我对你的问题会不会有做到了 回答到了一部分 没有 就是我觉得是没有机口 没有一个界面 非常清新的界面 没有这样的界面 嗯 嗯 就是我 对 这个图 这个图我感觉特别好 就是它会把这个列出来就是理性这一层实际上是跟这个能够让你去接触这个内在这个层更高的这个层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理性这里 嗯 对 这本书 这本书 李散成这本书是 是一个牧师 这个这本书实际上150年以前写的 这个牧师早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呢 他就在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史公所谓登堡的书里面 他把全部把它把它把它截取出来 然后按照他的理解 这些图全是他创的 史公书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这些图 但是他自己创了这样一套图 这套图太好了 对后世人的理解 对于我们人 人的灵性里面的这各种相互的关系 太有用处 嗯 对 是的 就是 就是我平时会想一个 比如说有时候我会想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怎么样来 区分这个属灵跟这个属世的一个区别 比方说 呃 我们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感官嘛 对吧 我们的感官是可以 可以接收这个 比方说我们眼睛 呃 是可以接受这个这些光光波 就是他有一个范畴嘛 他有 这个 嗯 就是一个范围 就是在一定频率之下 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只能个 嗯 我们的眼睛只能感受到这个 呃 这个可见官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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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 这个就是 呃 然后我们的耳朵也只能听到 这个声波的一个这个区域 就是说 嗯 那那那如果我们借助一些其他的仪器 就是我们能够接收到其他的呃那些频率 那这个也能够就这个也算是我们的感官的一个认知吗 呃就是 当然是 我们所有现在现在人类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说 创造出来的这些这些意气都是物质的 它只是扩展了我们我们的物质的眼睛耳朵 嗯嗯 我能够感知的那个那个范围 本来比如说我们光线我们只能 我们眼睛只能看到385到到720什么760纳米的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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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波 对 那外面 外面 红外和紫外还宽得很着呢 我们人也看不见 通过意气把它让他们能看见了 但是他们都是在物质范围里面 没有到灵界 不可能到灵界去 只在物质范围 嗯 这个李兄弟 你一定是个科学家 就是你的思考 就是一直在很高的水平就是让用我们的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灵性的东西 其实这个里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我以前也是这样想很多事情都是 嗯 非常注重于我们人的感官的这个Libitation就是我们如何来突破我们的科学如何来发展如何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 那么最近不是啊 那么最近不是啊一直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在讨论就是最近得了穆里诺贝尔奖的这个量子纠结 那么从这个其实也是这样子纠缠或者量子就是这里面其实也是我是自己这样子在思考那么实际上一个量子从A走还是从B走实际上从就是实际上就更深一步的来帮助我们理解自由选择 其实物质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认识因为灵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我们都是靠自己的领悟来理解那么现在量子纠缠也好纠结好实际上也给了我们开启了一个新门我自己是这样想他自由意识实际上也就是像这个量子的这个他可以选择的我可以今天选择我去超市开车去了 出去出了门我可能往左拐出了门我可能往右拐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是开始让人认识自由选择的意志从以后将来我想一定会找到物质基础什么叫意志 现在不知道就是我是通过这个最近我们自己群里面在讨论这个东西在跟着你的思路在走 那么实际上归根借底到我们自己一个普通的人来说那么就像你刚才讲的其中有一点我怎么知道我的这个灵性上面我是怎么样或者是我的这个属世的这个和属灵的这个我如何来judgment 实际上我对我一个普通的人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说很就是我们硬也是这样以前几次学习也曾经提到过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说我就是要把自己每天的生活和我每天的想法都是要以量算出发 从真正的不是为了自己我的自己实际上已经在十字架上定死了我不属于这个我这个人已经要这样想然后我就尽我自己的努力做良善的事情去爱灵色的事情 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去慢慢的认识真理然后慢慢的就是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讨论过有的人他一辈子都从来没听说过基督教 也从来没有这个有任何这种意识但是他生存的这个世界他有一个法律范围或者说有一个伦理道德那他这些人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他很良善都是尽量能帮助人尽量做自己的不要贪图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都是朝这个方向整一个世界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好很多那这是最朴素的一种想法 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行出良善从你的行为良善当中这就是上帝灵性的注入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是我自己的浅浅的想法谢谢 谢谢蒋一 因为你的感悟是很好 谢谢姐妹 我觉得我这个头里面好像还有一个 我看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灵性成长的过程方向你看 我们的这个内在献献啊 就或者说属灵献献 它的发展过程是从上往下的 就因为主主在我们的制内 我们这个属灵献献的这种这种这种发展 它是从上往下的 它是从从从从因为来自主来自主 而我们属世献献呢 是是它的开化或者是它的发展 它的成熟是由于从下往上的 我们可以从我们从小逐渐长大都可以感觉到 小的时候是婴儿的时候我们主要靠感觉嘛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就没有没有语言 也没有什么就靠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官 然后慢慢慢慢学了点字 学了点知识 慢慢慢慢有了知识 有了知识的积累 然后逐渐逐渐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有了理性可以进行自己分析 自己做判断 这个是我们属世献献的发展 属灵献献的发展确确实是从上来的 就来自于主 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主 从上往下 一级就往下 往下浇灌 往下输注 刘老师 这个这个图是 这个是这样一个 就好像是我们的获得物 就是我们获得东西是这样的 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重生呢 是正好是一个相反的吧 先是属世和理性 对对对 重生的过程是相反的 这个这个图这显示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灵性的这个 这个属灵献献的开放的这个 这个力量 或者是这个源泉从哪来 就是从来自于上帝的 但是开启还是从底下 从底下 最早开启的还是这一层 然后才能够开这一层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开了 楚天层开了 属灵属 属世层还没有开 那不可能的 这还有这么一个图 对对对对 如果你属灵层开启 有这个图是 这后边这小人是我自己加的 这个原来这个作者的图里面没有 就是如果我们属灵属灵属灵属 开启的时候 人们我们是要想上看的 眼睛往上看 我们会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慢慢慢慢的这个层级打开是往上走的 如果我们彻底的放弃 对于上帝的这种追求 或者是思想 往往接受唯物论的这个想法 世界是物质的 除了物质一无所有 我们完全不管这个上帝 不管这个死后生命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是往下看 那个眼睛就是 这个人就是颠倒的 只能是往下走 所以这个结果呢 就是一直 最后很 那就很 反正就是 就走到最底层去了 变成感官了 感官人了 最后 不是 现在这个图 我想显示的就是说 当人属灵层打开的时候 是往上提升的 当人完全把这个属灵层 封闭起来 完全接受这个 唯物论的这些 这些效应 这个人就只能是往下走 这不是说是 不是说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人一步一步的往下沉沦 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是我们的感官的 这个打开的这个过程 不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 如果是 就是完全被这个 唯物论封死的话 那人最后会变成一个感官人吗 对对对对 完全以感官为主的 我要是听得见摸得着可能行 经常我们听到有人问我 你说圣灵在哪 你让我看看 看见我就去 你的圣灵能看见吗 那就是完全一种 这种说法 可能就是完全一感官导向的 这种思想方式 我要能看得见 摸得着才我才信 摸不着 看不见我不相信 刘老师 我能问个问题吗 好啊 这个 这个张图的话 应该数凌晨的话 它应该是从上往下的吧 你看 我突然想起了个约瑟的故事嘛 约瑟他小时候 他不是做梦吗 然后梦见了个 他的那个 就是堆的话 就是在中间嘛 其余的都在边上 我觉得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会想到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 鼠凌晨的话 应该是从上往下浇灌 不应该是 从下往上的吧 我这样想对不对啊 是往 是从上往下浇灌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是灵性的物质 灵性的这种 不能说是知识了 灵性的这种浇灌 是来自于主的 我们人 要靠自己追求 那是完全 那就是原木求一步 完全是不可能的 这个源泉是来自于主 主呢 就在我们之内 就在最高这一层 所以它是往下的 但是呢 我们的 属灵层三层的开启的过程 还是从 从最第一层开启 如果最第一层开启了 人是 人是还是属于属士的 这个词上 因为这个地方 怎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史工的书上 这个地方 在英文上 它就叫做natural natural我们可以说是自然 但是后来我们 大概讨论了一下 把这个地方 把它作为属士 属士 属灵 属天 这样三层好像就比较 比较和逻辑一些 但是呢 如果你这层开启了 这个人 将来 就是如果他死后 会到第一层天堂去 就是这三层 实际上对应的三层天堂 当这一层开启了以后 如果在 他此生还有机会 再进一步提升 那么第二步 第二层开启的 就是属灵层 这一层对应的是第二层天堂 然后如果还能继续 继续提升 当然这些提升 这三层的提升 实际上都不是人 人自己能做的 都真是不是自己能做的 你当然你可以 你可以追求良善 追求像我们 目前所学的这些知识 对于我们的提升 都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 这个来源 这个能力 使你能够不能 能不能提升 主要还是来自于主 从上面 从上往下来的 这个能力 所以说 开启是从下往上开启的 但是这个开启的能力 从上往下浇灌的 是来自于主的浇灌 或者是输注 或者是流入 那我们就是 怎么来更具体的理解 怎样子 就是去跟主去互动 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 因为以前 可能以前 在常常教会的时候 我们会说 你只要去祷告 你用一个祷告的形式 你去呼求这个 奉主的名祷告 向天父祷告 你就直接跟 神就有一个 connection了嘛 但实际上 就是我们在 了解了 了解了始功 所揭示的这个 信息启示之后 我们才明白 其实并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实际上并不是 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人是 直接跟这个上帝 就是 就是一种 当然是他来 connection我们嘛 这个是肯定的 就是说 我们怎样来 有一个跟这个 智内在 有一个 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去 怎么去问 就是 直接的跟这个 智内在的 或者说 有一个互动 我的感觉啊 你的问题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们当然 你说传统教会 是这个 好像说 光 光 光 祷告 其实祷告 对啊 对啊 因为祷告 你才能和主 建立联系嘛 对不对 你用了祷告 你才就愿意 愿意敞开你的心门 愿意的心灵 愿意接受主的引导 你如果从来不祷告 你 你很难说 你是愿意接受 主的引导 愿意接受主的引导 这是第一 第二个 确实是要悔改 真是要悔改 要实戒 在这个 有一些传统教会啊 说这个实戒 人们遵守不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讲实戒了 这个在 始终的这些神学 这个系统里面 实戒 遵守实戒 是极其重要 是的 绝对不能说 实戒 我们现在不管了 实戒是极其重要的 由于你 先要戒除邪恶 你才能够 真真正正正 你能打开 你的心门 打开你的心灵 向主创开 主才能 进入到你的这个 你这里面来 才能引导你 是 就是 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 他这个神性的 这个 就是自内在的 这个发出的 这个神性的 留住 他留住的是 这个神的生命吗 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就说 可以说 圣灵的浇灌 圣灵 他的能力 他的爱 他的智慧 等等 就是 但是如果 在我们的意愿里面 就是有一些 这个邪恶的东西 那就说 实际上我们就 就会 把这个通道堵住 我们就没办法去 感受到 从神来的那些 就是那些留住 是的 我如果我们 我坦白讲 我早年 我当时不信神的时候 我一听到 那个基督教的东西 一听到说上帝 我心 从内心深处 很自然而然的 产生一种反感 不想听 不想接受 一听我就 我就 就离开了 那个时候 那个状态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灵性 完完全全没有打开 不接受 你那个主 每个人 每个人都有至内 每个人的至内 都是主的居所 上帝无所不在 和每个人同在 但是问题是 你从心里面 非常自然而然的 本能的反对 这个抗拒他 你想想 那你怎么可能 接受他的职业呢 不可能的事情 明白 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中 怎么来 这问题 感觉好像都 比较的 挺难用 这个语言来描述 有些问题 是 听过你说的 你是就是这个 用语言描述不了的 这个时候 哦 对 是的 就是说 就是刚 今天的课也一直在讲 这个我们这个知识 就是对这个神的认识 但是我们这个人 他永远只是 就是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 比方说我们的感光 我们是必须得通过 我们的这个眼睛 这些感光去接受信息的 也是得必须得用 我们的这个 头脑 意念 去 去接受这些信息 就是 我们 当时我们就 因为这个 我们用文字来形容 总是 属世的文字嘛 对吧 我们没办法就是 完完全全站在 那个 那个属灵的这个 这个层面 去 置身于那个层面 去感受到 就是那种实地的一些情况 所以 所以我们的这个文字 它永远只是 这种 我们在世界上的 所感受到一些 一些信息 或者说一些 感悟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 就是 这个就好像 我们这个语言 就像指向月亮的那个手 但是它不是 并不是这个月亮本身 只是 只是这个 指向月亮这一只手 就是 我们 我们 怎样子 是不是就是 必须得 语言非常精准 才能够 才能够 就是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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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就是更 更好的去认识 这个世界的 这个我们宇宙的真理 和这个 神的真理 还是说 我来打个比方吧 打个比方来说说这个事 就刚才 一目师不是举那个例子 就关于找钱 买东西找钱 找错了大概 找错之后 他发现 应该多找了 人家这过程 我没有完全听清楚 大概就是说 他发现这个钱 多找 这个事 如果说 你看这个 思维过程 如果说 你看这个钱多找了 然后我不应该 把它拿回家 我应该还给人家 他这个思维呢 就是这个 仅仅是这个 觉得这个钱是别人的 这个我不应该给他 我不应该 这个私吞 我给他 还给他 这种是一种好心 是吧 它是一种 简单的良善 然后呢 进一步这个思考呢 他不仅仅停留在说 这个人 那个这个钱是那个人的 然后进一步 他思维在进一步上升 这个钱呢 是神的 他这个事 如果说他们 他这个人 这个人他这样思考的时候 他如果把神刨开 他完全可以 根据接受的教育啊 啥之类的 他可以这样做 但是他这个做法呢 他就不太熟悉 如果说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 神都看着呢 他假如说 这样想 然后他说 我这样 等于偷窃神的东西 他就 他就把这个钱 还给人家 然后呢 这个他就开始 有一点树林成分 然后他进一步 再思考呢 其实呢 这个事不仅仅 限于这个钱呢 如果说 我假如说 别人他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 说这个话呀 做这个事 他是个好意 他这个好意 如果我上来 上上来呢 就一顿怼 把人家怼一顿 之后让人家这个 心呢 由此丧气 这实际上 也算于一种 强保 偷窃 把人家这种 属灵的这种 这个良善呢 和真理给偷跑了 这这也是 不对的 所以说这种 他这个思维啊 他不仅仅具现 这个物质上面 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进一步思考 这个东西 象征的这个 属灵的事物 良善和真理 然后进一步再 一直往上升 这个神性良善 和神性真理本身 然后我不能偷窃神的荣耀 弄啥事之后 这个东西 窜到 往我脸上 这个这个贴金 然后甚至还像 像别人 别人那个败我 这些这些的思维呢 他都是一种 属灵的思维 而且不断的往上走 这这个就是 属世和属灵 如果简单说 这个属灵不属灵呢 这里面有神没神 然后如果有神的情况下呢 又又又又分的很详细 那这样的话呢 就就更那个内在的这个属灵 好 谢谢雅各 解释得很好 谢谢 我想啊 我想这个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 有的人他从来没有 接触到过这个 关于上帝的真正的知识 正确的知识 但是呢 他在他自己的生存的环境中 或者是他在他的那个民族 他的那个国度 或者他那个地域的那些 那些宗教啊 或者说那些良 这个良善的教导中 他知道他要做良善的人 要做好人 要与人为乐 与人为善 要对社会 对他人做贡献 对不对 那这个这样的人呢 他按照自己的良心 或者是良知 我们知道我们的良心良知 都是上帝放到我们心里面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那个也都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也都是按照上帝 所赐予他的这个基本的 基本的素质 在做人在做事 可以说 他的属灵心性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打开的 所以打开到哪里 我们就可难说 但是我们现在所学的 这些知识呢 他的珍贵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学这些知识 就像我 我读到史维多玛的书以前 我原来也信了 这个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 也做崇拜了好多年了 但是我老觉得我那个信仰 我觉得糊里糊涂 我根本就是 我觉得 我过去形容过 我就好像在天上飘着呢 云里雾里 又啥呢 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 我对里面很多东西不知道 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觉得好像 这是真的假的 但是我们这些知识 学了以后呢 我们我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就像这些图 就像这一系列的图 这都是源自于史公的 神学的书里面的 我们从这些图里面 从这些知识里面 我们深刻地理解到了 或者清晰地感觉到了 上帝和我们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生命的本相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这个灵性的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一层一层的相互关系 是怎么样发展的 有了这些知识以后 最起码可以使我们 过去想做坏事 或者想走邪路的时候 那种想法就会受到了 相当大的约束 那么就我们在正路上 走的可能性就更大 或者走的更高一些 走的更远一些 原来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被邪恶的东西 去引导着 去做坏事的情况下 这种可能性就会减小了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 就会杜绝了 那么你的灵性就会 逐渐地再提升 我们的灵性的这个星星 也一层层地打开 那就比那个完全无助的情况下 就要好得多了 这是我的感觉 谢谢 谢谢广斌 这个李兄弟的这几个问题 提的也真是非常的深刻 非常好 那么其实今天讲的知识的上升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 星星上升的一个指示器 就是我们在接收真理 在认识这个第一步 在从知识上面 要怎么样上升的时候 同时要富足于实现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一个人 这是互动的 互补的 你不断地在往前行 那么有时候也会往后退 那这两步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走 往上升的一个 非常必要的一个途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 李兄弟提到了语言表达 这个感悟的事情 我记得我在学那个 Sweidenberg这个著作的时候 他其中有一段也讲起过 他从天堂回来的时候 他专注于把他自己 在天堂的这种感受写下来 但是他说其中很大一部分 非常奇妙的感受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个我也能理解 我想这个是人的语言的表达 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谢谢 大家还有问题吗 其实我有一个小问题 可是我怕太大了 或许我们下一次再问吧 就是魔鬼的事情 你是这样 你是这样 你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我们是专门请牧师 帮我们解答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在那个时间 一块回答好吗 好可以谢谢 谢谢 大家有什么问题 如果现在一时提不出来的话 想一想 写出来 发给我 或者发给马林 我们 会总起来 交给我们 让他帮我们回答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吧 好不好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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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拜拜 国家保重 上帝祝福 谢谢 OK OK 感谢观看